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安安 我是奶茶 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要帶大家來看隱藏版的任務 我們可以拿到鑽石喔 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直接開始 第一站呢 就是在地溫的旁邊舞台這裡 有一本書 那我們就是打開來看一下 在籃球場遇到了一位新朋友 聽說她正在準備偶像試鏡 那我要不要試一下呢 閱讀完畢可以拿到一顆寶石 接下來的第二站呢 我們就直接先去找莉娜 在莉娜的旁邊這裡也有一本書 我能出到嗎 我真的適合這一行嗎 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偶像的演唱會場景 看完呢也可以拿到一顆寶石 接下來一樣是從這裡出發 我們要到海灘那裡喔 沙灘椅這邊呢 也有一本日記本 那她說為什麼我什麼都做不好 我實在太討厭這樣膽小的自己 音樂課的時候 也不敢在朋友們面前唱歌 所以才留下來自己一個人練習 看完一樣可以拿到一顆寶石 先拿完這三本日記本呢 我們就先到第一本日記本提供的地方 就是籃球場 到達籃球場這裡 觀眾席呢就有一本日記本囉 我和朋友一起通過了試劑 我們約好要去美法沙龍換個造型 看完也可以拿到一顆寶石 接下來就是按照剛剛的提示 我們先到學校 進來學校呢 我們就先往音樂教室的地方走 在我們講台這旁邊 就有一本日記本 老師聽完我的演唱後 建議我去參加試鏡 我真的做得到嗎 我在遊樂場走來走去 整天都在思考這件事 看完呢也可以拿到一顆寶石喔 從學校出來呢 我們就先到演唱會這邊 在演唱會的左邊樓梯下 也有一本日記本 觀眾們看向舞台時 那幸福的表情 實在難以忘懷 我也能為某些人帶來快樂嗎 真擔心明天戶外的表演 看完拿到一顆寶石之後 我們就要去市中心囉 來到市中心的美髮店 在正前方可以看到書架 那在書架的下面 就有這一本書啦 今天一直想起那位朋友 真想和他一起走到最後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摩天輪上 這樣拿到一顆寶石喔 一樣是根據剛剛的提示 我們先回來廣場 那在廣場的摩天輪 這個小熊的旁邊 就可以看到地溫的日記 領取到一顆寶石之後 我們就直接往舞台的方向走 在舞台的階梯旁邊呢 這裡可以看到莉娜的日記喔 當我登上舞台 感覺所有的煩惱全都消失了 看來我是真的很想成為偶像 希望所有觀眾都能因為我而感到幸福 拿完這一顆寶石之後 我們就直接到遊樂場囉 在遊樂場這邊呢 可以看到一本日記本 這是銀小黎的日記 在遊樂場遇到的朋友鼓勵了我 我決定要挑戰試鏡 想成為更好的自己 拿完這一顆寶石 我們就到機場去吧 到達機場這裡 在行李箱的旁邊 就有一本書 這個是裴杜妍的日記 有人說我自私 但我一點也不在意 我獨自在咖啡廳裡創作 就算是一個人 也沒有任何問題 拿到寶石之後 我們就直接往咖啡廳的方向 在咖啡廳的座位區 可以看到裴杜妍的第二本日記 我參加了試鏡 要組隊時 我實在沒有信心 所以裝作忙著創作 沒想到在練習室認識的朋友 先和我搭話了 拿完寶石 再回去找裴杜妍吧 在裴杜妍的旁邊 就有這一本日記 這是我第一次交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要為了朋友們 更努力做到更好 這一次的隱藏版任務 總共可以獲得13顆寶石喔 接下來是非常多人在問的 其中評鑑呢 到底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就是 先來找這個攝影師 這裡有一個其中評鑑 按下去 在今天目前為止呢 可以拿到的分數是B加 那通常就是我們每一天都要解任務 解完任務之後呢 這個其中評鑑就會增加我們的分數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了解任務的部分吧 然後今天的隱藏版任務呢 就先分享到這裡囉 隱藏版任務的部分呢 也是希望大家按照我的順序去做 才會比較好拿到我們的鑽石喔 因為如果沒有按照順序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觸發下一本日記本的 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